因为没有感觉 我以为是脚先衰落 你看我们现在是呼吸 比前天见 是不是感觉呼吸的量很多 比以前差很多 你打多久 你打多久是不是呼吸很顺畅 对 会 会 根本不会喘 对啊 现在你见大就会喘 喘 你会知道喘 因为你感觉是因为脚回力才喘 不是 平常就喘 你没有感觉而已 对不对 所以你是脚用力 或跑步才知道喘 其实本来重心差了 你是因为跑才显现你的喘 其实不是 你讲话或唱歌 你就可以这样 唱歌以前可以拉得很长 现在唱歌没有办法讲 讲话都是变成 要讲句话要休息一下 讲话休息一下 表示上帝气慢慢在被骂 有感觉没感觉常怨 有感觉没感觉常怨 其实上帝气先 上帝气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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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 这边讲叫白血先 到这里 白血 只要再靠近信脏路 不坏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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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心脏喔 是不坏别人 是不坏别人 就求求我们命根的地方 这个是新闻 你在睡觉吗 没有 这叫逢针线 你怎么说我在睡觉 你怎么说我在睡觉 我是说你在睡觉 就是说你在睡觉 那可能在上课 那我一直在睡觉 我们两个进去之后 还没有接触 还没有接触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讲 黑镜的 所以当执密器会从身体 从身体会出口出来 这个出口我们要 让它从上面的出口出来 不要从下面的出口 那都是从心乳 不要语解出来的 护室呼吸 是对处事 会比较冷静沉着 我感觉对领安姐也需要 但是因为领安姐比较情绪化 所以比较用胸部呼吸 其实领安姐如果能沉浸一下 护室呼吸是可以做的 这是一般女人的做的 护室呼吸的这样子 比如说你在思维 你在想那个东西 那个时候讲 吸是肚子站起来 不是胸部站起来 吸的时候 吸到站起来 吸是胸部站起来 不是 一般你吸着 这样站起来 这是胸式呼吸 那你吸的时候 一定要是肚子站起来 就往下吸 呼了是 入口 唤 记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